刚才给大家已经分析完这些域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配置 给它加到我们的配置信息之中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还要去做一些分析 就是说要怎么办呢 这个要不要进行查询 要不要跟卡拉丁查询 要不要对它进行什么呢 进行存储 其实我们分析出这些域 其实都是需要存储的 这个没什么特殊的 那么这里头主要是说什么呢 需要根据这个字段来进行查询 我们来标识一下 第一个是不是需要 Title是需要的 Prize需不需要查呢 也是需要的 因为后期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要有一个架数区间搜索的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根据这个字段来进行搜索的 OK吧 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个查询 那么这个图片地址呢 是不需要 刚才说了是吧 我们说很少说我需要根据一个图片地址来搜这个东西 这个需求几乎是不存在的 然后呢 这个品牌呢 是需要的 需要的 然后呢 商家名称呢 需要的 商品分类呢 也是需要的 这个商品ID呢 这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是不需要什么呢 不需要在这框里我搜一个ID是多少 我的搜的ID 这个用户哪值得ID是多少 对不对 这个ID是对于我们系统级来说的 系统级的一个编程人员和这个维护人员来识别就行了 所以这个编号他不会知道这个编号的 他不会知道这个编号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什么呢 就给设成N就行了 那么在这里呢 所有的信息呢 就包括这个图片地址和这个SPOID是不需要搜索 那么其他都是需要搜索的 这就是对于这个预的信息的一个定义啊 那么现在呢 就把这个预信息给它加上啊 那么这个信息呢 就是我之前配好的啊 然后咱们现在把它加进来 放到最后就行了啊 放到最后就行了 这个是图在地 这是Title对吧 图在地是Long类型是吧 那么Title这里的类型是什么呢 是IQ 因为我要对它进行分词 对不对 所有消息都进行分词的 那么这些都是Tru Tru Tru 这个可以是False 对吧 这个可以是False 也可以是Tru 刚才分析的是False 对吧 所以说我们可以改成False 因为我们不需要对它进行一个什么 进行一个搜索 对吧 不需要根据它来进行搜索 然后呢 还有呢 什么呢 还有什么 Press Press 这是什么 呃 这是图片是吧 这是图片是False是吧 然后这些其他都是Tru是吧 其他都是Tru 然后呢 这个是String 这是Double 这是String IQ String OK吧 这是我们说和它这都一样了 但是我们说 刚才分析说 这个本身呢 它是一个False 那False的话 它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根据什么呢 不能根据这个固在地来进行查询 对不对 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需要的 只是在查询这个环节中我不需要 但是有的时候会需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根据这个字段来进行删除的 比如说我有可能是根据这个这个字段来进行一些清理工作 那么在这个环节中我们是需要进行搜索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还要怎么打 给它射程处 还要给它射程处的 那么所以说这里呢 所有的这个分析结果呢 就是只有这个图片地址是什么 是False 那么其他呢 都是要根据它的经文查询的 都是给它射程处的 那么这个存储这个字段呢 都是处就行了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这个环就定义好了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第一个环节的一个环 这是基本的一个业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